《火星柿子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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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年《常儿时辰》播出之后 火星柿子的热度非常的高 你先给我来点火星柿子 以前预售 发货之前也就一两千件 今年预售已经达到五六千件了 《火星柿子》的形状 就是稍微有点方 然后顶比较平 个头比较小 正常的情况下是七个到八个一斤 五六千件有个两万五千斤左右 《火星柿子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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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现在 品种流传下来 应该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每年的十月份开始成熟 然后到双降前 基本就要采摘完 这个树比较脆 然后每年摘柿子 就有人从树上掉下来 所以这边采摘的积极性 其实并不是很高 然后动用这种杆子 难度非常的大 一年应该有几百万斤 但是每年树上有好多柿子 就挂在树上 人都不采摘 好多年轻人宁愿在外面打工 也不会在柿子承受的时间 回来帮家里摘柿子 可能摘一天的柿子 还不如出去打一天的工 而且还非常辛苦 所以咱们这边看到的 摘柿子都是一些爸爸备的 父辈来摘柿子 所以每年摘的柿子 他们可能好多够不着 起码有一半都可能烂在树上